都说夫妻是小两口 可汪女士和华先生结婚二十多年来 就没过过几天二人世界 他舅舅就在我家一直住 他姐姐他姐夫都在我那里住 我都接受 对于丈夫家人的打扰 汪女士大放包容 对于钱财她也毫不吝啬 汪女士认为既然成了家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自然没必要计较这么多 但没想到自己的付出 非但得不到丈夫家人的认可 反而是无尽的苛责 就连丈夫也不领情 还屡次出言侮辱自己娘家人 我的心就跟刀刺了一样 你有多侮辱我家人 在汪女士看来 自己已经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 但华先生却表示 汪女士的心分明全天在了娘家 对于这个结论 大儿子小话也无比赞同 甚至还表示 汪女士这个亲妈当得还不如后吗 汪女士究竟做了什么 让大儿子如此的仇恨亲妈 在汪女士和华先生各执一词的争论中 究竟又是谁在天心 一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谁在天心 上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分别是汪女士和华先生 除了二位之外呢 还有坐在场下的两位 一位是汪女士的弟弟 还有一位是你们的儿子 对吧 四个人来到我们金牌调解 看来有很多事要说 那说说看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离婚协议上的财产 什么都非明白 我们离婚协议也就是写的 老大归他 老二给老三归我 所有的财产归我 现在他返回 情感上的问题 我对他家里一般人 摆分摆地去付出 我可得不到一点点回报 他家人怎么样都行 雷呢我就不行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 今天还来谈感情的事情 我们离婚是 当时不是说那个离婚 我们是因为买房子的离婚 离婚以后 你们两个人的实际情况是 在一起 离婚不离家 对 那今天你来这里是希望分清楚 然后呢 真的要彻底分开 对 那我不知道华先生 你的诉求是什么 当时呢 协议离婚 只是协议协 没有说 一个孩子归他 但是孩子们也不想跟着他 孩子也跟着我 那刚刚汪女士说的 在情感上面 他对你家的付出 他希望有个说法 这个事 他自己让说他付出的多 我到底付出多少 你们知道吗 当然是我付出的 要比他多出来一百倍 汪女士是希望能够彻底分开的 这一点你的态度是什么 同意 华先生和汪女士 对于未来的规划都很明确 那就是绝对不在一起过下去了 但双方显然对于过往的付出 仍然无法释怀 想把感情里的糊涂账给算明白 汪女士表示 自己对这个家是全身心的付出 不但对华先生百般体贴 就连华先生的家人都一并包容 可这样的付出 却得不到一丝认可和回报 那时候我三十来岁 他舅舅四十来岁 他舅舅就在我家一直住 傻活不干 在杭州跟我住了一年多 我们又上三冬 又在三冬年了 我跟着我住 一共加起来都有四五年吧 都你们养着 对 就是舅舅这样子 跟着你们四五年 都你们养着共着 这个你也接受 不光是这样接受 他姐夫的弟弟 他姐夫的弟媳妇 他哥 他姐姐 他姐夫都在我那里住 我都接受 我们租的房子 有时候他们在我们那住 我们就在店里打地铺看店 吃喝拉撒都管 对 日常用点钱呢 用大钱的话 就是开店 找店铺 要租店铺 要租金 也是从我家哪儿 上货 也是从我那儿上 有一个店铺 本来是我爸爸看中了 我给我老公商量 我说我爸爸看中这个店铺了 我说你看行吗 我老公说 例子太近了 没过几天 没过几天 他哥哥 跟他舅舅合伙开起来了 也是同一个店铺吗 对 就是同一个店铺 同一个位置 就是那一间房子 那个钱谁出的 他们也是 没钱的话 也是从我们那儿拿 货也是从我们那儿上 我心里面很难说 我心里面很难说 我也说了 我跟两公公也说了 我这个事 我又到死 我带到棺材里边 我都不能跟他爸 跟他妈去说 而爸不知道 我也没说 你说了你怕 伤老人家的心 对啊 我没法说 我怎么说 那你没有跟华先生 说一下吗 他没给你一个解释吗 有啥解释 这也肯定亲了 这还有解释吗 好 这个事我们问一下 华先生 他刚刚说的这两个事 一个是你们一大家子人 都在你们家 这样的打搅的 有 舅舅跟着你们四年 舅舅自己没有家是吗 但是人家跟着 也给你帮了不少忙 也不是说光吃饭 就是我家里那时候 有孩子小啊 找他给你带的 对不对 有点事啊 找他给你操量操量 那时候也给帮帮忙 舅舅是这样子的 那其他的那些亲戚 来来往往 你不能说老家来人 你不能不管饭 对不对 有时候啊 他们也买菜 也不是说不买菜 对 但是总体来说啊 就对于汪女士的 这个态度 你怎么看 认她的好吗 怎么不认好 认好 说过吗 说过 后面他说的那个 关于他爸爸 要开店的那件事 他爸没来 没来呢 他给我提了一下子 提了一下子呢 那时候 他爸那时候都 六十五了吧 这东西 这是年轻人干的 少年年了 不适合去干这个东西 不是说咱不让他干 当时这个店面呢 我的舅早就早了 早就早了 他没干开 比他说的要早 就怕他生气 你这个家务事啊 有时候 没法去说 你看这件事吧 咱真的说 谁都怪 怪咱资格 没处理好 他家人就干啥都行 我们家人干啥都不行 在汪女士的观念里 既然成了家 丈夫的家人 就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即使他们 过分打扰小家生活 自己也毫无怨言 因为一家人 就不应该 过分计较得失 但丈夫的区别对待 却让汪女士顿悟 他认为的一家人 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华先生可是把两个家 分得清清楚楚 不但华先生如此 他的家人 也把两个家 画得尽未分明 安婆婆生病 需要五万块钱 下自家 她姐她哥都在家里 就没人拿钱 就等着我回去 拿五万块钱 去下自家 不过那时候没下成 我就在来医院里 照顾安婆婆 没有一个人照顾她 就我自己在那里照顾她 出院回家晚上 我公公烧火 我在做饭 公公就问我 婆婆住院你拿这 她要是你妈妈住院 你拿钱吗 出院晚上就这么样问我 我就觉得 给婆婆花钱行 给妈妈花钱不行 公公有说这样的话吗 以前她都是怎么样 打个比方 我们家刚结婚完了的时候 我们家新买了个三轮车 给妈妈买三轮车 她姐姐给她妈妈买了一个 我们四门六个 我姐姐呢就商量 一个人五百块钱买了一个 我公公等着听说了 我公公就嗷嗷吵我 说你婆婆买三轮车 你赚多少钱 你妈买三轮车 你就赚五百块钱 是人都不能这样问 婆婆能花钱 我妈妈我都不能花钱吗 也就是说你从公公这个话里面 听出来的意思就是 这个钱应该给婆婆花 但是如果我妈妈生病了 这个钱就不一定能这么花了 对 这个事你跟华先生说了吗 她什么态度啊 我跟她说她说她能问你那个事吗 她能这样问你吗 她说 华先生是不大相信 对 她爸爸能够这样 对 这件事我问问我爸 我爸给我解释的 据实际上我爸说 要是如果他妈不好弄 也得拿钱 你爸爸其实是认可他 他能够在婆婆这件事这么舍得 其他人都不出钱 你们出了钱 以后他妈妈如果生了个病什么的 你们也应该出这个钱 对啊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没必是 好像你爸爸要表达的意思 跟你媳妇理解到的意思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 你后来跟你爸爸沟通过 关于你爸爸的这个解释和用意 你有没有告诉王女士 跟她解释一下 我跟她说了 她就是认识 我爸爸就是说 那你妈妈花钱 不让她拿 她是这个意思 那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你看 她说她跟我说了 她没跟我说过 那她今天这个解释 你是第一次知道 对 那你今天听到她这个解释 你感觉怎么样 反正她能解释就解释吧 这么多年 我公公不是因为这一件事 就有好多好多事 都属于我公公 我公公就是有影没影的事 公公都安在我身上 她爹说我的时候 她从来没说 帮我说过 好 汪女士气愤的是 自己对婆婆掏心掏肺的好 但是换来的却是公公的百般猜忌和阴阳怪气 而自己的丈夫也只是在一旁做沉默的看客 默取着公公的肆意刁难 即便如此 这一切尚在汪女士能够自我疏解的忍耐范围里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汪女士彻底忍不了了 过年的时候 我妈带了我家住着 我口袋里就装的钱 上地儿里边去 我都是随手往那个楼梯 那个扶手上一搭 我等着那个的时候 我找钱找不到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我的钱没有了 我说 三千多块钱是两千多块钱 我一跟她说 我说你在哪里的 我说在口袋里放着 她说你报警 挂了电话也报警 一会儿她给我打回来电话了 她说别报警 别找了 我说为啥 她说我妈拿去了 我付一会儿钱丢了 我也没法说 你能想到我妈拿走了 我妈会拿我的钱吗 我的心也就给刀刺了一样 你有多侮辱我家人 她就直接下了这个结论吧 对 那后来呢 后来也报警了 人也来调监控了 看第二里监控也没有 等着我等着回家了 另外一个衣服里边又找着了 我就给她视频了 就跟她数那些钱 那个钱也对账 也就是那些钱 我找到了以后 她跟她姐夫打电话说啥 我是听到的 她说是我拿钱补上的 为什么她这么说你呢 就是理解不了 你怎么看她这样说这个话 什么意思 她都说两家人没好人 这个事华先生 在你心目当中认定了 这个钱是丈母娘拿了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 我女儿 我儿子 你问她 我女儿儿子偷钱吗 从来一分钱都不得偷的 但是她上了妈家去过手 她丢了几千块钱 这跟丈母娘有什么关系呢 那因为在她家丢钱 到这边来又丢钱 那是怎么回事 你是结合之前的事综合一下 得出的结论判断一下 对 两次丢钱妈妈都在场 对 但是后来她说 这个钱找着了 我东西这个东西 我也无助你去考证一下 对不对 你考证什么 这个真找到了 也有可能她拿钱垫上了 这个东西没法去说 所以在你心里头 虽然这个钱找到了 但你对丈母娘还是有怀疑 不是有怀疑 但是说你想想 但是说一事我媳妇 我不太相信 你不相信她后面那个说法 对对对 那如果不相信这个说法 其实背后的还就是你那个结论嘛 对 所以最终其实你还是怀疑 这个钱就是丈母娘拿了 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怀疑 对你媳妇意味着什么 不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是前面她确实丢过钱 对不对 这个解释汪女士 我看汪女士一直 我跟她过来还是你 她有什么事就该说说 面对汪女士的崩溃痛哭 华先生显得十分冷漠 很明显 时至今日 华先生依然没有消除对丈母娘的怀疑 而这种怀疑却击溃了汪女士最后的心理防线 她不明白 自己为这个家无悔付出了二十多年的青春 为何最后却换不来枕边人的信任和真心 更让汪女士崩溃的是 就连亲儿子也在华先生的这种虚无的猜测和挑拨下 和自己离了心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就她去offer吧 我九点半见人家姑娘 就接了回家了 人家姑娘都睡了 我也躺在床上玩手机了 她把儿子儿媳妇交回家 买了吃的买了串 他们吃了吃了 进了我房间就说 我们四个开个会 我说你这干啥 我就蒙头 我就不可不可声 她就上来一句就说 儿子送彩礼 送了这点 你弟弟送二十万 她说 我说你这是没事找事吗 我在床上躺着 上去全打交替 就把脸打得肿的 就是不能看 人家老二就去 就想去拉 老大就跟人老二打 打得老二都吐 老大就骂我 杀人不犯法 几多年多年前 就把你杀了 就当了他的面 啥都骂 就为了这个彩礼的事 是你亲生儿子啊 是 这么恨你 这个你觉得 跟华先生有关系吗 有 我有一点点不到事 他不去说我的号 有一点点事 他就在儿子那里 就说的 很难听很难地说我 就是你跟大儿子之间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认为是 华先生在中间 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对 导致了大儿子 对你有很多误解 对 你们这一次 爆发这么大的矛盾 就是说到这个彩礼的事 是怎么回事 我儿子结婚 彩礼是给了十二万八 又加了三斤两万 给他全款买了个房子 结完婚以后呢 再给他开个店 就是给儿子 好像也不错呀 对啊 我自己叫儿子 我肯定对 我肯定对他不错 对弟弟呢 弟弟结婚的彩礼 也是你拿的 弟弟结婚 彩礼给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弟弟结婚 他们也那么拿的钱 就是因为这个事 华先生为什么跟你吵呢 他那个气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 华先生是认为 汪女士对弟弟太好 对儿子不好吗 儿子在店里边 跑完卖 跑这儿完卖呢 他问儿子 上个月你发多少钱 儿子不发三千 他说这个月你发多少钱 他发一千 他问呢 他说你发这些工资 孩子能不能养活 我儿子上面回答一句 他说养不活 我就饿死他 当时我在他店里边了 当时我没坑 心里当时我很活活 儿子 儿媳妇怀孕七八个月 你连一抹钱都没给过 你问他给过没过 他自己心里相处 你觉得要给什么钱 他做个孕检 是不是 你拿着钱 领着儿媳妇去去一趟 所以后面 汪女士问你儿子 你一个月三千块钱 能养活孩子吗 你觉得汪女士是在干嘛 看儿子的笑话 他因为他从来没给我儿子块钱 对我儿子好 那我就不会找这张人 你说的那个好 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要儿媳妇呢 你是不是 你要平时关心一下 儿子家里有没有钱 但是你给不给 你这个话又要说一遍 所以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那孩子是个孩子 对 所以你什么都得管着 做个孕检也要 爸爸出钱 不是做孕检 你可以陪着去 但是什么 你时不时的可以涨一下 我说的没钱 我们家的钱都在他那里 这个一年 北来八十都 咱拿不出这个钱嘛 后来怎么就发生到 打起来了 但是我心里活着火 我憋着气 你是认为这个汪女士 作为一个妈妈 对儿子这么苛刻 对 儿子你又不疼 儿媳妇你又不疼 家的钱你控制住 你还看儿子的笑话 那他疼谁呢 你家三个孩子 他弟弟吧 要是我姐 你给我打五千块钱 他得打一万 那我儿子 妈你给我一千块钱 我没有 然后这个火你放不出来 压抑的 我压抑的 不是关于这件事 好多件事 压抑得太多 太久了 当那天晚上就释放了 就我打了他 我这一辈子 心情不正前 我是为了儿女 去非诺的 我干嘛要累那么狠 我天天 起都比狗都要早 你所有的都是 为了儿子挣的 对 结果儿子没花着 对 你看到一个儿子 恶狠狠地对着妈妈说 如果说杀人不犯法 我会把你给杀了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心里头 你咋说啊 当时的话 咱心里确实不好说 那时候你儿子说的话 咱心里也挺心疼的 要假如是后妈 他表面上 他得做一做 是不是 这连表面都没有 连后妈都不如呢 对 在华先生看来 自己辛辛苦苦 起早贪黑 是为了家庭打拼 累积财富 可汪女士 却把肥水流向了外人田 反而对亲儿子 口口嗖嗖 百般刁难 最后 华先生得出的结论是 汪女士这个亲妈 做的还不如后妈 那么在大儿子小话眼里 汪女士这个亲妈 做的又是否合格呢 刚刚妈妈说了 你结婚这件事 就是房子有了 对吧 财礼也给了 就是似乎 好像作为一个父母 能给到的也都给了 这点不能够代表他们 对 给了 给了也是求爷爷 告奶奶 因为他心甘情愿给嘛 我在我结婚的前几天 拉了手 能少给点就给点儿子 真的 我每次一发工资 儿子你还剩多少钱 交给我吧 你不请你妈吃的好的 反正就是一堆一大堆 一大堆 能不给就不给 能少给就 嗯 少给 那你怎么看他给的你那些呢 既然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妈妈的话 他要不然不用给你 还不是有我爸 没我爸的话 我估计现在还没对象 在他眼中我对象各种的不好 各种的矫情 反正各种的毛病反正是 在我眼中挺好的 就是你爸是支持你的 对 我爸是支持我的 如果没有你爸的支持 这都没有 没我爸我都不活了 这个我不知道汪女士 因为他爸我也会给他 我特别对我儿媳妇好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儿子 你我不管 你是我亲生的 咱俩怎么都行 你怎么给我吵 我怎么跟你吵 都行 我说儿媳妇不行 今年是姑娘 来到咱家了 咱就得疼人家 而儿媳妇 只要跟我一起出去 买任何东西 给他家人买东西 我没让儿媳妇 花过一分钱 你对他老婆这么好 她是在这个儿子心目当中 她一点都不知道吗 是 我就对媳妇就很好很好 对这个儿子呢 对儿子我也很好 儿子我是教育他 怎么做人 你妈妈刚刚讲的那些 对你老婆了应该是 对她的那些关照 那种爱护 这些你有看到吗 出去买衣服 都是我妈花钱 我认 这我认 那这个算不算妈妈 其实她也是 希望你们好的 没有感触 那你怎么看她这一部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迫不得已吧 因为我是她儿子 那要迫不得已 她也迫不得已 对你好点吗 人家看她一个好位 就对儿媳妇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给亲戚朋友看 那要是如我佛 她要是对儿媳妇 都那么好了 那干嘛 还要有这个家庭 这个矛盾呢 我做给亲戚朋友看 对不对 那就没有矛盾了 我给她买东西的话 我会去炫耀吗 好 我再问一下儿子这边 就是这个妈妈 这么不好 刚刚爸爸说了 她对舅舅好 对 你也同意 我也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在父子俩眼里 汪女士心底的天平 永远倒向的是 自己的亲弟 正是因为汪女士的偏心 才会导致家里的矛盾 越来越多 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但汪女士 简然不认可这个说法 毕竟 华先生的家人 才是先打破 小家边界的人 为什么华先生 能如此容忍自家人 到了汪女士这儿 就不行了呢 观察员朱永卓表示 事实上 华先生和汪女士 双方的家庭成员 都在这个小家里 你方唱吧 我登场 正是这种 双方家庭成员 边界感的缺失 才导致了 现在这个小家里 混乱不堪的家庭秩序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拍调解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对于华先生来说 实际上 你在你自己家庭 大家庭的那一步 我个人认为 是没有边界 这是肯定的 比如说 你的舅舅 住了那么多年 包括你舅舅哥哥 经营生意 什么资金 进货呀 包括你亲戚朋友 走动 但是我觉得 你这个没有边界 对于你来说 你用了一句话 这没法去说 因为你愿意去牺牲 但是对于你的妻子 对他来说 实际上是被迫牺牲 他心里是不甘不愿的 这一部分 你却没有帮他去解释 或者表达说 对他的感恩感谢 所以他有很多的委屈 毕竟你是破了这个边界的 所以你们家的这个种子 就种在这里 那么你是不是没有边界呢 其实你是有边界的 对于你叫内外有别 对于你这个大家庭 是没有边界的 对于他们家和你们家之间 这个边界还是很清晰的 有没有付出 肯定有付出 但是不一定你不介意 包括你说 他掌握了经济大权 他可不可能让他的娘家 去在你们家的这个便宜呢 这个东西也说不清楚啊 对于他来说 他是冤枉他 你呢是心里是有介意 所以对他来说就是 你看你老是污蔑我们家 没一个好人 包括你当时怀疑他妈妈偷钱 那这种事情确实是很伤害感情 而且当时我的感受是 当时他就哭了嘛 哭得非常伤心 就是在场上 你是无动于衷 就是你们俩夫妻感情上 你不太在乎他的感受 包括你的爸爸 就是他的公公啊 他是前面的公公啊 包括也是很介意这种边界问题 就是内外有别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看能给婆婆这么花钱 给妈那就不用提了 实际上这个话可以很多层理解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 给婆婆花这么多钱 给妈可以也有这么多钱嘛 就破了这个边界嘛 其实你们家都介意 包括只是你爸说了出来 但是就汪女士 你的前妻 她不知道你有这么介意 她就是她特别粗糙的一面 我觉得她做得也不当 在她心里面 我个人认为 你能越界 我也能越 所以慢慢的累积了 种下一个又一个矛盾 所以你们家能发展成 今天这样 太正常不过 当这种不清 这种矛盾 一点一点种下之后 所以你们两个人互相不满 都觉得自己做得多 汪女士认为 你看我百分之百的付出 然后这个华先生认为呢 我付出多他一百倍 双百 你们有诸多误解 毁就毁 毁在边界不清上 南方 当你的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的前妻是出钱又出力 这一点你承认吗 还行 当你的爸爸说出某句话 哪怕就是你的前妻 就是误会了 你也没有一个态度 你应该站出来 替她说几句话 你知道吗 让这个女人心头 没有这么寒嫩 你没有一个态度 你很冷漠 这一点我要批评你 她跟随着你 时间我不说 与你生而欲语 你连一个态度都没有 这个女人 她被从头 两道脚 比如说你的前岳母 来到你们家住 你的前妻丢了钱 对吧 你不加私手的 就告诉她 是你妈妈给拿了 当然你的推测 是对还是不对 我不加评定 但有一点 她是你前妻的亲生母亲 这件事情 哪怕就真的 你是亲眼看到 她的娘拿走了 你作为一个 有智慧的男人 都该告诉你 自家的女人 不要说了 丢了就丢了 这才叫有智慧 一句话 能让这个女人 温暖一辈子 还有一点 矛盾的升级 孩子跟妈妈产生矛盾 这也不奇怪 但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要从中嫖和 你知道吗 你去火上交友 孩子结婚 你看全款给孩子 买房子 也有你的功劳 彩礼也是十多万 还要给儿子开个店 这就是你们父母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慢慢地成长成熟 你的前妻 对这个大儿子 他是用心的 作为一个父亲 一个站在中间 告诉自己的儿子 他是亲妈 妈妈有不对的地方 老爸我来跟你妈妈 讨论讨论 孩子 你不能过分 结果因为孩子的事情 你又打他 你的手是用来赚钱的 你的手是用来保护 自己的妻子 保护自己的孩子们的 可是当你把这个手 挂向他脸上的时候 他的自尊心 被你给打美了 家庭暴力一定是 你容忍知道吗 王女士 我知道你肯定 受了不少委屈 不然你几次失控 嚎啕大哭 我也看到了 你的不少问题 我先和你聊一下 在你们家 我个人觉得 每个人都不像 自己该有的样子 从公共来说 老人没有老人样 事多 嘴碎 不该插手 不该干预的 偏要强行进入 同样 儿子不像儿子 明显摆出了一副 不孝之子的模样 天然的就会引发 别人对他的一些 愤怒指责 包括丈夫 前夫动手 去打前妻 一团混乱 而你呢 我也感受到的是 你的格局不大 心眼偏小 还有一颗玻璃心 我先说一说 公公这个事 公公确实 有他的问题 但是 当他随口这么一说 几万块 给了 钱婆婆 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架 那么以后 你妈 你会不会给 就这么一句话 你也没有去做 更多的一些沟通 你就生下了闷气 刚刚 前夫也解释了 其实爸爸的意思是 你家媳妇 能够这么做 很大仁大义大爱 以后啊 他要是给他 老娘去用的话 咱就不再去 过多干预 过多说了 有人说 女人好 是一个家庭的好风水 这话可能有些偏颇 是要各方家庭成员 共同努力 但是 一个智慧的女人 真的会让家庭 越过越好 那么接下来 我要和华先生 说一说 华先生 我要看到 你身上存在的 几个重大的情况 首先 我分明感觉到的 就是你 你的认知严重不足 你特别的主观异端 叫自以为是 首先 一旦有什么事情 要上升到 人品的时候 咱一定要慎重 你的丈母娘 你硬说她拿了那个钱 咱捉贼还得捉脏吧 你凭什么判断 头脑简单 粗暴定论 连派出所来 调了监控各种侦查 都出不了的结论 你给定性了 我说句心里话 这真的是上升到了 人格上的一种质疑 甚至侮辱 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地 下定论 而且推断了她 是私下偷偷地 把钱塞回去 来圆了 她妈妈这个偷窃行为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那你们二位 我个人认为 之所以今天走到 这样的一个地步 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 互不领情 其实双方都还是挺善良 挺顾家的 你能说你的妻子 没有善待你 你们家什么舅舅啊 七大姑八大姨 你自己也认可了 那她如果善待了 咱能不能领个情啊 最后我想跟这个小话 说几句啊 小话 就是在你的 这张人生的白纸之上 你没有什么 温暖的色彩 你有更多的是仇恨 是愤怒 今天来 我们不是发泄愤怒 只为争取该属于我们的 不 爸爸妈妈尽力了 没有人告诉你说 我的 结婚的彩礼 我的房子就应该他们给 他们可以不给 你有大把的时间 去学习 提升 改变 调整 校正一下你的认知 面对场上满肚子愤恨的小话 武运显得忧心忡忡 他认为 仅就彩礼仪式而言 小话应该懂得知足感恩 而不是一味索取 母子之情 去浓于水 两人怎么样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那么 这视同水火的母子俩矛盾 真的会如此简单吗 在明天的节目中 儿子小话再度坦言 汪女士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从小的时候 她就很烦我吧 还不如后妈 华先生也直言 汪女士这个妈妈 做得实在是差劲 很过分 她从小就虐待她 在调解现场 父子两人结成同盟 矛头直指汪女士的天心 我就大于亲生儿子 不仅如此 汪女士还在娘家的窜逻下 偷偷转移财产 你买个房子 她姐签的字 夫妻俩因为两家人 而起的各种矛盾 盘根错节 最终彻底爆发 上一次打我 我就送人家来打你 我见你一次打你 那人也就是 就打算不给咱过了 这不就就彻底废开了吗 对于场上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 夫妻俩究竟是谁在偏心 而面对儿子小话 对母亲的指控 为何观察员们 又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把母子关系 经营成这样一个结果 实际上就是一种 情绪的学习 哪是教育啊 华先生 你这不是在帮儿子 有可能还会毁了儿子 这对护士偏心的夫妻 最后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明晚十点 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谁在偏心 下集 这就是个看着 对方的意思 我最后会在学习 对方的意思 是我看着你 对方的意思 还有什么高度的意思 我看着你 本身是不合格的意思 我看着你 这些东西都没有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你现在有什么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